谁说我视频短的 今天我就给你们来一个长的 直接把这个伤埃打穿 这会儿我才不少人就该问了 羊毛啊 你这个不是都打穿了吗 怎么还有第三结局 没错 经过喜羊羊不断的探索 终于发现了两个重要道具 一个在开关后面会冲出小羊的路的尽头 另一个在拿到红色瓶子的十字架的后边 还是依照剧情开启六芒青传送 软绵绵还是制造了厄运凶针 喜羊羊的父母还是没能幸免于难 但这一次喜羊羊的呼唤似乎收到了回应 是真的哦 爸爸 妈妈 对不起 儿子 孩子 孩子 你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灵魂 你现在在幻境中 所谓能长生不老的魔法圈是假的 只不过是一个玩笑而已 为什么会这样 当五大狼走后 许多只狼都对羊族怀恨在心 于是一只狼想到了这个办法 他们并不知道 软绵绵居然会相信这个笑话 并且软绵绵还发明了厄运凶针 不仅消灭了羊族 还把一个厄运凶针放在了狼宝 就像你看到的 灰太狼一家都不在了 因为厄运凶针打破了 所有的亡灵都变成了类似僵尸的怪物 我们走后 软绵绵用我们的时光机来到了这里 相信你去过青青草原的东北边了吧 就 就是那个循环的路 没错 那里就是我们的基地 我们用剩下的力量把那里给封印了 为的就是不让软绵绵发现 快 我给你传送到基地门口 拿上隐身药隐身后干掉软绵绵 最后再扔到海里去 这样游荡的灵魂就不会再变成僵尸了 说着 丽羊羊扔给了喜羊羊一把小刀 儿子 就靠你了 基地外 烟狱的天空中还下着小雨 就是这里了 不能辜负他们对我的期望 又是你啊 面对突然出现的小羊 喜羊羊已不再恐惧 而心中却莫名地荡起了一丝忧伤 对不起 我会还你们一个公道的 告辞 来吧 决一死战吧 看来喜羊羊此时已经成功隐身了 而且还是红色的 倒是软绵绵的突然出现 让我有些意外 莫非真正隐身的是他 喂 为什么没用 软绵绵刚一吼完 边上就出现了一个亡灵 与软绵绵融合在了一起 不好 他居然变身了 看来逃是逃不掉了 看看物品栏里 有什么东西可以对付他吧 这里有三个选项 我们可以用排除法 木锤已经用过了 而小刀是喜羊羊母亲给的 丽羊羊是灵魂体 所以这把小刀是亡灵之刃 江湿羊又是亡灵变的 属性相同 所以也可以排除 最后就只剩下红桃石了 这玩意儿靠得住吗 来不及想那么多了 上吧 喜羊羊 成功了 红桃石真的做到了 喜羊羊 费羊羊 听到喜羊羊的声音 费羊羊整个人都傻了 你在哪儿呢 你不是变成阿飘了吧 隐身解除 吓死我了 喜羊羊 你怎么在这里啊 喜羊羊给费羊羊 讲述了所发生的事 也依照丽羊羊的说法 把软绵绵扔进了海里 这么说 这些亡灵就不会再出现了吗 没错 村长已经叫人 把那个墓地重修了一遍 哎 喜羊羊 那个墓地怎么会凭空出现啊 还有那个循环的路 喜羊羊又给费羊羊 仔细地讲述了一遍 可能刚才急着赶路 没有说清楚吧 原来是他们啊 是他们拯救了青青草原 还有那些亡灵 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 你也不要再伤心了 嗯 我们回去吧 好的小伙伴们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里是羊毛军 关注我 去发现更多好玩有趣的游戏